台灣開始在想說要不要給大家用快篩試劑 而新加坡呢 則是即將開放民眾購買快篩試劑 更多內容交給心儀 好的 新加坡持續擴大檢測能量 因此衛生部批准了4款 DIY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組 可以向民眾來販售 而且說呢 從16號開始 新加坡的民眾就可以到藥局來進行購買 在家就可以自我檢測 而且說20分鐘之內 就能夠取得結果 初期階段呢 會限制每一個人購買最多10個 DIY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組 等到未來供應量增加的時候 就會解除購買數量的限制 如果說新加坡的民眾自行使用 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組的 檢測結果是陽性的話 應該立刻到診所接受 PCR核酸檢測 進一步來確認是不是被感染了 直到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之前 都必須自主隔離 而且另外新加坡衛生部也有說 已經出現呼吸道症狀的民眾 應該就醫並且接受PCR檢測 而不應該自行使用 DIY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組 在新加坡持續推動的疫苗接種計畫當中呢 現在的最新消息是要開放 12歲到39歲的新加坡公民 上網登記預約接種 其他在新加坡的人 接下來幾個月也都會接到 登記接種疫苗的邀請 至於先前確診但是已經康復的人呢 也開放 康復已經超過6個月的人 接種一劑疫苗來增加這個保護力 預計到了8月的時候呢 新加坡會有5成的人 這個是預計都會完成兩劑疫苗的接種 到了10月左右的時候 估計整體疫苗接種率呢 渴望達到7成5 或者是甚至更高 新加坡的確診病例持續下降的關係 因此 畫部會抗議工作小組現在宣布 從6月14號開始呢 將會分成兩個階段 逐步放寬新加坡的防疫限制 其中包括私人聚會的人數上限提高到5人 如果是有現場表演的大型活動 也開放更多人參加 如果疫情控制的話 比較好的話 那新加坡在6月21號 將會取消更多的防疫限制 這裡頭就包含了 允許餐廳提供內用服務 以及在健身房的時候 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但是這裡頭並沒有取消 遠距上班的規定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美國幾個州 在最近都分別公布 預計會有大批的嬌生疫苗 沒有接種就已經過期了 而且這個涉及的數量呢 應該會有好幾百萬劑 但是目前呢 現在官方收到的數據 卻只有大約1%到2% 是退回供應商的 而且美國CDC的數據顯示 美國大部分的州到現在注射的嬌生疫苗 只是收到劑量的大約一半 而加州 德州還有佛州呢 沒有使用的劑量佔了 沒有施打劑量總數的超過四分之一 而西維吉尼亞州和密西西比州呢 更是只有施打不足三分之一嬌生疫苗 現在嬌生藥廠回應 正在和聯邦政府研究 是不是要延長疫苗的有效 限期也會來進一步研究 向更多的地方分發疫苗 方便在這個疫苗到期之前呢 使用完畢 也在進行疫苗穩定度的測試 要增加嬌生疫苗的儲存時間 聲稱的嬌生疫苗 而其實正常呢 是可以在一般的冰箱冷藏 櫃裡頭冷藏三個月 如果放到更低溫的冷凍庫 则這個儲存的時間呢 可可以進步的加長 但是現在白宮的新冠顧問說 美國政府正在努力 讓每一劑的嬌生疫苗 都可以完成施打 鼓勵各州政府和FDA來合作 應對這個疫苗過期的危機 公衛專家佛奇呢 也跟CNN說 FDA正在研究延長期限 還有如何物盡其用的方法 據了解部分的州 也在研究 是不是要把這些多的疫苗 轉送到海外去 現在嬌生向美國各州 還有司法管轄區 一共交付了2140萬劑的疫苗 可是全美國到現在 還有1100萬劑的嬌生疫苗 是沒有施打的 現階段不能肯定說 到底有多少嬌生疫苗即將過期 那最近幾個星期 其實美國的接種速度 是有放慢的這個跡象 據了解美國現在是將近一半 符合接種資格的12歲以上的人士 都已經完成接種了 而現在全世界都在批評說 整個疫苗分配不公的情況之下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參加 英國G7領袖峰會 有宣布這個捐贈5億劑的疫苗 是輝瑞疫苗 而且要給全球92個中低收入國家來使用 同時也強調這個部分呢 是絕對沒有另外的這個要求的條件 我們先來聽聽看拜登稍早 在英國現場的最新談話 這時候呢也有聲音說 富裕國家在疫苗推出了最開始就取得 大部分的供應量 同時迅速地展開疫苗接種計劃 而逐漸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美國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擁有大量 可是卻沒有使用的疫苗庫存 而現在就開始被人家批評 那美國總統拜登在和英國首相強森 舉行雙邊會談的時候呢 兩人會後呢也發表了這個聯合聲明說 將會成立全球疫情雷達的監測系統 同時也支持世衛對於包含大陸在內的疫情起源 要展開下一階段就是第二個階段的調查 另外聲明也包含了 包含民主人權以及多邊主義 還有國防和安全科學跟科技 甚至是貿易這些還有氣候等等 甚至呢對於北愛爾蘭的承諾 這總共有七大項的聲明 而美國和英國同時也承諾要一起努力 透過投資生產安全有效的疫苗 以及生產疫苗所需要的材料原料呢 來協助增加全球疫苗的供應量 同時呢避免說出現所謂的出口限制 或者是其他供應鏈中斷 而影響到疫苗供應的問題 現在看的是AZ疫苗先前傳出 泰國廠訂單延遲交貨 台灣和馬來西亞都預警AZ疫苗會遲到 阿斯特吉利康藥廠現在說 正在和東南亞政府密切合作來 確保疫苗可以盡速的供應 因為其實阿斯特吉利康在東南亞的配送計劃 是靠著泰國的鮮羅生劑 所生產的這個兩億劑的疫苗 而這家公司的唯一所有人 就是泰王瓦吉拉隆公 而這家公司呢 也是第一次來負責製造疫苗 結果卻出現了延遲交貨 讓外界對於鮮羅生劑這個製造進度產生疑慮 可是這個問題現在很敏感 因為這個涉及到泰王 而且五入泰王在泰國最重是可以處15年的徒刑 那鮮羅生劑呢其實在1月的時候 當時說疫苗產能估計可以達到每年兩億劑 換算平均每個月就是1500劑到2000萬劑 現在這個數量卻讓人看 可是卻拿不到